很多的人们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刚开始减肥的效果很明显,在几天的时间里就可以减去几斤肉,但是过了大约一个周的时间,减肥的效果开始兼缓,甚至反弹,无论使用多少种方法,都没有办法再受下去了。 那么面对这种减肥反弹的情况,大家应该怎么办呢?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,面对减肥反弹,应该怎么办呢? 一,安排饮食结构,在饮食中要包括瘦肉和一些蛋白质食物,如家禽、鱼、蛋或低质属制品。 而且每顿饭还必须有大量的蔬菜和水果,确保在吃的所有蔬菜和水果中都是不同的颜色,不同的颜色意味着不同的营养,每顿饭都应该慢慢解决,每顿饭都应该营养均衡。 而每天补充足够的水、规律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是防止灾肥胖的保障,确保自己每天喝八杯水,大约两千毫升,因为新陈代谢需要水,缺乏水新陈代谢会减慢,它会让人发胖。 所以减肥后,仍然需要保持每天水分的摄入量。 三、进食时间的安排,要是减肥的目标是减掉时间可能需要很长时间,但如果大家随便吃,会在短时间内增重几斤。 这里不需要求怎么节食,而是不要在自己不想吃东西的时候进食。 零食是需要适量的,睡前进食五小时,减肥的一大经济就是睡前吃东西。 当大家在睡觉时,身体不需要锻炼,这时候吃的东西会被身体吸收病变胖。 如果在晚上的时候,真的感觉是非常饿的,可以吃一些低热量的水果或者是蔬菜。 四、残后运动,饭后休息二十分钟,散步或站立半小时,以防止变胖。 这样可以减去小肚子上的脂肪,千万不要忽视半小时的效果,也许体重的增加就是因为这半个小时没有做好造成的。 五、饭前喝水很重要,吃饭之前喝上一杯水能够增加饱腹感,减少进食时的热量摄入,达到健康减肥的目的。 有些减责的患者不喜欢白开水的味道,那么可以试着在吃饭前喝一杯茶,这样可以加速身体形成代谢。 如果选择燃烧脂肪的减肥茶,脂肪减少的速度可以加倍。 以上就是介绍的关于面对减肥反弹应该怎么做的相关介绍。 大家在减肥的时候,要选择合乎身体的减肥方法,不可以过度的减食减肥,这种是很容易造成反弹的。 还有些女生选择健身减肥,健身之后,肚子感觉非常的饿,这时候为了缓解疲劳,会无意识的吃很多食物来补充体力。 这样的减肥也是容易造成反弹的。 希望大家注意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